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一切烦恼 名坦布罗蜜 即是不失 所以你看看 大圣经典 跟小圣大不相同 大圣经典 弹刀之路 就叫你见性 小圣要关一关 不敬关 关苦工 苦关 无常 无我关 大圣一切尽赏 伏底抽薪 告诉你 坦布罗蜜 就是包括连心中的烦恼 统统舍掉 是真正的不失 二 于诸法无所起 加一个字 于诸法 底下加一个心 心无所起 对一切万象 诸法就是一切万象啊 怎么样 心无所起 你有起就有灭啊 就落入生命的观念 明施波罗蜜 施波罗蜜 旁边写个真正持戒的人 哪一个人才是真正持清净戒的呢 心没有起 启动 没有起 没有灭 心没有生 没有灭 没有灭 没有简 没有来 没有去 统统没有 是真正持戒的人 就是持戒 三 于诸法 无所念 中间加一个心 于诸法 心无所念 念就是着 无所知着 这个就是真正的产提波罗蜜 就是忍辱 真正的忍辱 就是没有忍辱之下 我很忍耐了 我很忍耐了 那就表示他的功夫还不够 如果有人欠你说你要忍耐一点 那你说我已经很忍耐了 表示功夫还不够 你要这样回答 有人欠你说你要忍耐一点忍辱啊 你要告诉他 没有东西可以忍辱 本来就空 不需要忍辱 于诸法 心立相加一个心 于诸法 心立相 明 毗利耶 波罗蜜 就是真正的精进 真正的精进是二六十中啊 心立一切相 这是真正的精进 五 于诸法 信无所诸 这个诸就是诸 一点都不知诸 明 禅波罗蜜 你的心都在禅定里面 就是禅定 六 于诸法 信无戏论 诸位 戏论 就是凡是不以波罗十相 中到第一地相应的 通通叫做戏论 不能了生时 不以波罗十相 中到第一地相应的 通通叫做戏论 那么众生戏论呢 叫做妄动 二十页 明 波罗蜜 明 波罗蜜 明 波罗蜜 就是智慧 二十页 是明六法呀 六法 精英更明六法 不一样 现在更明六法 没有什么差别 一 舍 怎样 舍 这个心舍 真正的不识就是舍 二 无其真正的持戒 不其心动念 三 真正的人路 是不念 是无念 是真正的精进 是离象 五 真正的禅定 是无所驻着 六 真正的波罗 是一点都不细论 无其论就是对生死 一点帮助都没有 如是六法 随是方便 在是的旁边 写两个字 因缘 随种种的因缘 四项 方便安利贾名 叫做贾利名字啊 欢迎诸佛的庙里 无声的庙里 无恶无别 这个庙 就是无声 不可思议的 唯妙 无声之力 那就是一心呢 无恶无别 但只一舍 就是一切舍 无其 就是一切无其 迷途不弃啊 迷途 就是众生啊 迷途的众生 不弃 不弃就是相应 是不能相应啊 细位有差 认为有所差别 余则至其法术 至就是不通啊 余则的人至爱在这个法术 在法术的旁边写六度 啊 他以为有六种东西 以为有布施吃戒 人入精进禅定 拨了 有六种东西 其实是同一个体性 啊 至其法术就六度之中 即长轮 轮生死 啊 有的人念长 长劫轮回生死啊 告如邪人 但修坛之法 就万法走远 况以无法 岂不济远 啊 只要你修彻底放下 用清静自信修行 万法就走远 何况其他的 持戒人入精进禅定拨人 而不圆满吗 圆满就是同一个啊 清静自信呢 人迎接山缘 自卑道别 宽阔的胸怀 动感天地间